Hello,我们今天去一个叫智吞海鲜清酒酒厂的家店吃饭 看好像我们应该是新开的吧 那我在这边看一下是在那边,好像有点难找 终于找到了那个智吞他们 这个是他们的酒单 没有,我今天没化妆 这个可以试一下 就是相对的所有东西都是他们的 这边这种火灯的话就是这个long table 它上面都是他们自己从日本 话说他们的老板很喜欢的一些酒 这些都是清酒比较知名的 对,还有代表性 那我就要递一个套餐,然后加一个女手 是醋,刺身酱,还快乐酱 这个是喝左餐前酒的快乐 怪不得人会这样快 哇哦,好新鲜 还在冬火雕的那种 看这样,这边还有不能加这个是很新鲜的 然后只要想看它冬的那个尾巴 它的海鲜有都挺新鲜的 对 亲爱的,这个是怎么吃啊 这个还没拿去吃 蛤? 它是活杀的,它还没吃 但是这个是可以吃的吗? 不可以 这个就是新鲜 这个要烤,只有上面的才可以吃 我们是新鲜的 放回去 然后跟你上烤盘跟着不一样 是一个什么都能吃的馆头 没有,我们就是新鲜的 跟它吃一个新鲜 对,它新鲜 也是很不错的体验 很上面的吃完就好了 好烤 然后这个鱼头鱼味可以做它和粥 然后下面的所有的都要烤 吃完这个我们煮 要不你可以吃这个一个烤 对对,可以啊 这是生蚝鲍鱼 三倍都可以放这个 饿的话就先烤这个熟的块 我们放上去就不管了 有这个名字要帮我们烤一下 好,这样反 哦,这样反 那个我会 这个是刺身 然后这个是烤鱼 好像有一种黑了的感觉 不情话呢,你看 放冰起来烤鱼 它这个 一定要开了就可以吃了 不然会炸的 这个太小了 我没办法细俗 红酒 红酒牛舌的那个 终于日渐成熟的烤烤技术了 这边是对的 这边是错的 所以两个是非常好的教材 快点 是刚刚那个会冻的鱼做的粥 然后你看到上面有一片 吃一下炸牛棒 太子 这个是温泉大牛肉 这个豆腐 感觉就是一个豆腐 嗯 是吗 它像豆腐的 其实 好像豆腐的 好,吃完了 我们在火吃的路上 大概是人均吃了三百多块吧 这次可以少点一点 最后吃不完了 现在去赶 网班的地铁 这次就 暂时就怎么结束了 我好像也不知道怎么结我 多多关注 点个喜欢 拜拜